和大家報告兩起超大型槍擊事件 兩件發生在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 第一件是在馬里蘭拉巴塔的地方 這裏的資料是馬里蘭拉巴塔 有一個接到電話 警方到達後發現屋內五個人全部被槍殺 現在詳細內容大家未知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發生在佛羅里蘭拉巴塔 應該是迪士尼的地方 資料在這裏 跳過去給大家看看 有一個男人開槍殺死了三個女人 和一個四歲的女生 那幾個女人相信是有親屬關係的 第一個四十九歲的女人 應該是母親 她有兩個女兒 二十八、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的二十歲已經生了 另外她還有一個四歲的孫子 四個全部死了 槍手本身也向自己投開了槍 但似乎死不去了 現在醫院正在做手術 這個槍手和二十九歲的女兒 是情侶關係 但是不知怎樣 又要收拾東西走 收拾東西之後 回頭開槍 把屋內的四個女人殺死了 另外還有兩個小孩 兩個小孩很幸運 躲在床單下面 逃過大難 這就是現在我和大家報告的 在2020年11月4日 暫時美國的超大型槍擊事件